這是初階課的第三就是這樣 那我們總共好像有初階三次、進階三次 那初階的話基本上我的定位就是說 把各位的一些一定要知道的基本知識 一定要熟悉 而且會熟練 就是說一定要打得出來 所以可能我們當然不太可能說 期末來個考試 考試應該就知道大家會不會學會了 不過如果沒有測驗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能要自我要求 回去的話就是說 自己把我們上過的範例集 然後不要open book 可以把它打出來 那表示你是會的 因為這個部分是自我要求 因為我們這畢竟不是一個很學分性的 可能你要拿著學分 那你一定要通過什麼樣的測驗 不過我覺得這要求是必要的 因為說真的如果你假設這些基本能力 比如說你不能把程式打出來 那不要說你是學會程式的 衝擊量就是你只是學過程式這件事情 學過跟學會應該是不一樣 很多人我發現在學校都學過 學過的我發現很多 尤其大學階段 好像基本上學校都會有這種程式類的課 但是很多人學過之後 他們其實都沒有印象 而且幾乎都歸零還蠻多的 那所以盡量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都抄的嘛 抄來抄去 所以不要open book 自己打出那個範例 而且什麼變化一下也沒關係 比如說你90乘法表 你不要再90乘法表 你變像印度什麼 19乘法表 有沒有把它變1到19 1到19 對不對 可以一下跟奧里啦 OK有沒有 只是說那個 19的話變成J跟I變19而已 其他也沒什麼變化 OK 或者說你可能就是 以前的話會把它格式化 比如說那個對象 把它畫個叉叉 換個 換個什麼東西 讓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以前J會寫一些差異化的東西 但是你們可以想想看 可以再做一些變化 那這個90乘法表主要 就是未來會延伸 就是跟那個表格很有關 因為表格有藍有列 所以這個I一般就是把它當成是列 橫向的列 也比如說你資料要讀取的時候 通常那個資料讀進來的時候 通常會先一列一列讀進來 那當然如果說你沒有 兩個回籤的概念的話 那你怎麼把它讀進來 OK 所以這個會產生問題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那個信號輸出 信號輸出其實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那個 那個什麼 字串後面加一個乘號 乘上數量 這個當然跟之前規則講的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你想說 如果兩個不同性質的型態資料 是無法做運算的 可是它為什麼中間加一個乘號呢 所以這是一個特例 我這邊 那特例的話意思說 如果加上一個乘號 一個文字加一個乘號 再加一個數量 數字這個應該叫做數量 意思就是要重複幾次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那個字重複幾次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敘述 那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做了幾個變化題 包括就是做出一個那個三角形 那三角形前面再把它加空白 讓它有靠左跟靠右的這種變化 另外的話就是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當然我們一個 等腰三角形其實 還有什麼的正三角形跟頓角三角形跟銳角三角形 其實如果想要變化 像上次有同學馬上就把它變出一個頓角三角形 頓角有沒有 好像就是兩邊邊長 它一片大於第三邊 可是下面這個邊長變得是比原來大兩倍 它就會做出有個頓角的這種有沒有 效果出來那瑞角的話就是除以二 變成它一半變尖尖的 OK 那甚至說你可以再想像一個那個什麼 耶誕樹的結構 耶誕樹上面是尖的 慢慢它越來越正常 然後再來底下是一個頓角 底下一直再加一個長方形 那就變成一個耶誕樹的這個形狀 不過這樣自己可以玩玩看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說 我們上次就是把它變成兩個等腰三 兩個等腰三的形的話 其實就串空白的 然後三角形 然後兩個空白的 然後三角形 大家原則上看到的 那你就是把這個規則給寫出來 讓讓看 大家有時候 一般我們在寫程式啦 大家都先讓讓看 讓錯怎麼辦 沒關係嘛 改一下 因為沒有人說叫你一次就要 一定要寫出來 那當你完全還沒有辦法寫出程式 沒辦法你先試試看嘛 反正有點像亂槍打鈕 剛開始反正就很輕鬆的心情下 你不要很緊張 反正我試試看嘛 我試了之後我改一下 所以你答案就出來了 有的時候大概真的是這樣子喔 然後你不要說 一下子馬上就把全部的正確的程式都寫 沒那麼厲害啦 所以有的時候像我們九州城白表 我是先想說你先寫輸出一列看看 一列OK的話 那其他列應該也可以比照幫你 有沒有 那從來到底以後 寫程式大部分都這樣 也許你可以先把它拆解 這個部分這個部分 最後再把它全部湊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你要的一個程式啦 或者是說你可以先寫簡單的 然後再寫稍微複雜一些些東西 然後上次還有就是這個把它改成畫耳迴圈 所以昨天的話已經講到畫耳迴圈了 那畫耳迴圈裡面的話 我們有講了一個所謂的那個拆數字遊戲啦 拆數字遊戲這一個範例題呢 比較重要就是如何讓電腦自動幫我產生一個亂數 亂數裡面的話當然最簡單的 因為它有內建一個叫Random的一個模組 Random模組裡面有一個一個function 一個函數叫做Random Range 它會自動讓我產生我需要的一個亂數範圍 那我就給它之後 它就自動幫我把那個需要的這個 從1到2時間抓一個數字 然後讓使用者去拆 然後最後的話其實還有就是畫耳迴圈的寫法 畫耳迴圈寫法一般就是 畫耳後面通常會接一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就是判斷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判斷放在畫耳迴圈後面的話 它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輸入的時候變成你的輸入 變成你要輸入在畫耳迴圈上面 那這樣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變成說你將來要不斷輸入一次 然後邏輯判斷之後 還要再讓它輸入 所以上次上課我有舉個例子 其實當然這種寫法就是 原來的寫法也不能說它是錯 只是說原來的寫法 其實像我的我覺得就很囉嗦 所以後面的話 我一般未來的回寫法的話 我通常會把它寫成用那個畫耳迴圈 有沒有 原來是寫成這樣 寫成先輸入之後有沒有 先這兩行當然產生那個亂數 1到2之間 然後再讓使用者輸入 輸入資料 就是得到一個g就是使用者輸入的數字 比如說我輸入10 那g裡面就等於10 那再來就是做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 畫耳迴圈這邊是有做一個判斷 那這個敘迴圈就是 如果你猜的跟那個亂數不相等 所以不等於的話 就是經常要等於 所以畫耳迴圈是有做一個判斷的動作 可是問題判斷完之後 變成你還要再判斷 所以不等於之後 不等於還有兩種狀況 所以變成說 我覺得這裡變成說兩成四判 畫耳迴圈判斷一次 然後一幅後面再判斷一次 不等於的 那如果不等於的話 可能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你猜的數字比那個亂數還大 還小 當然G不小於 就G的話就你猜的 跟亂數比的話 你是比較小的話 那跟他提示說你的比太低了 高一點的 那反之當然就相反 可是這邊會多出一個 就變成說 那問題是他怎麼再輸入 所以再輸入這件事情 變成說裡面上下都還要再多一個輸入 讓你使用的時候 可是如果未來那個判斷邏輯越複雜 你會發現每個地方都要讓他重新輸入 那這樣相對的 會比較結構 我是覺得不是那麼的精簡 不過當然這樣寫沒有錯 OK 不是說這樣寫就錯 只是說這樣寫好像不夠精煉 所以上一次我們就把它改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看到的 因為我其實是這樣寫是沒錯 對的話當然就是他一定是跳離回去 那什麼時候跳離回去 就當他相等 跳離之後就跟他講說恭喜答對了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當他猜對的時候就離開 離開就print恭喜猜對了 OK 可是這樣寫的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會重複這個輸入 那為了不要讓這個 重複輸入這件事情發生 那我改了另外一個架構 所以特別至於哪個地方修改 上次有講 就是說我這個地方 精簡把那個什麼 本來這個g等於input的這個input的部分 把它從上面 file的上面 拉到哪裡呢 拉到那個file回圈的裡面 OK 所以特別重要原來是在哪邊 原來是在上面的 上面這邊夾著一行 然後把它放哪裡呢 放在file回圈的裡面 然後呢 判斷由誰判斷 判斷就是完全交給那個if來判斷 OK 然後 壞回圈做什麼 壞回圈後面加一個e帽 e的話就true了 就是說反正 所以啊 上面的敘述是 就是你先輸入之後 我再判斷是否對 對的話呢 我再提示你 那如果不對 如果你假設猜錯我就提示 當我猜對呢 就離開回圈 那下面的寫法剛好敘述不太一樣 下面的寫法就是說 反正呢 你就不斷在猜就對了 壞一毛就是你不斷猜 OK 所以 接下來下面這一行就是 好你猜 猜完之後我再來判斷 欸這樣感覺有點像講話的方式 上面的講話方式有點繞口 你猜 猜完我判斷 判斷之後你再繼續猜 這樣你就是 那這個序是說 好你開始猜 好你輸入 輸入判斷 輸入判斷 我覺得這樣比較經驗一些些 OK 所以啦 當然這個其實兩個寫法沒有說誰對誰 只是說就我們一般寫作的習慣 下面的寫的方式 那相對絕對是經驗的 而且比較好理解吧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寫類似的程式的話 很簡單 像我的習慣 我不知道怎麼寫 我今天寫壞我一帽號 Enter 然後底下再輸入 輸入完之後再判斷 欸很好記吧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寫類似的 比如猜拳遊戲 剪刀石頭布 對不對 一樣到壞一帽號 然後請輸入你要剪刀石頭布 然後呢你再去比較一下 硬腦亂數抓一個嘛 對不對 抓一個剪刀石頭布 你比較一下 看誰大誰小 然後再告訴你贏了還是你輸了 欸不就OK了嗎 大概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所以寫遊戲的話 其實這樣大概下面這個方法 就很好寫了 反正大概就是幾個步驟嘛 畫一帽號號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輸入 第三個就判斷 看有幾種判斷 那判斷裡面比較特殊的 跟上面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答對的話 後面記得要多一個break 因為你沒有break的話 因為畫一帽號 畫一帽號就是不斷進入回圈 如果沒有break 啊恭喜你猜對之後 又進入回圈繼續拆 那你問你猜不完嘛 你如果已經猜對 你還叫我繼續拆 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因為你忘了加break OK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OK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基本範本 提供有各位參考 那上一次的話呢 還有就是把這一題 假設喔 這一題我們把它寫完之後 如果我希望再增加一個功能 因為你每次猜猜到對 不合理啊 所以我希望你只能猜三次 你猜三次猜不對 你不能再猜了 極限了 如果我希望多一個功能進來 我們要限制你 只能猜三次的話 該怎麼修改這一段 假設啦 考這樣 只能猜 那我講過兩種方法 一個 好 比如說我希望 只能猜三次有限制 請你把畫一帽號回圈改成for圍圈 因為我講過嘛 for圍圈是有範圍性的 三次嘛 for i in range 1.4 1.4 1.2.3 跳離沒有了 OK 對不對 可以 所以喔 方法一 請你把畫有迴圈改for圍圈 只不合改 OK 並且在最後一次跟他講說 你猜錯了 甚至沒有跟他講說你的答案是多少 直接就告訴你了 你不用再猜了 OK 我就這樣也蠻合理的 不然的話你一直猜猜到對為止 好像有點這個遊戲欠缺這個互動性 所以方法一 所以方法一 把畫有迴圈改成for 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如果我不改畫有迴圈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這邊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就是計算他猜的次數 有沒有 那如果假設他猜一次加1 第二次加2 然後再加1變2 加1變3了 好了你猜3次 如果你等於3 那我一樣告訴你不能再猜了 然後呢你的答案是多少 所以兩個方法 請各位想想看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把它改成限制只能猜3次的兩個版本 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怎麼樣改 那這個如果在講義裡面也有經典版 或者在雲端上面 所以是在那個第三個單元裡面的第20頁 你們如果要找那個雲端的頁數 你可以從那個就是他右手邊的卷軸 其實也可以看到 那當然因為後面的資料 我有些是沒有印出來 因為我發現印出來恐怕更厚 現在已經夠厚了 所以我有些資料沒有把它全部都 所以 後面的話 如果沒有在講義裡面 那就會在雲端上面 OK 好 那雲端另外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這個程式嘛 如果你要複製貼也沒問題 反正你把它選起來 C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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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試一下這個部分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線 一定有心安全 Learning 結束という事 我覺得